大家好,我是阿勇 今天的视频为大家分享一道东南亚很火 而且非常简单的美食 椰奶牛肉 首先准备了八两牛肉 这个牛肉已经在冰箱里冻了15分钟了 因为这样比较好切 取出后先用视频用纸 吸干一下表面的水分 下面用刀切取牛肉周围的筋膜 然后改刀 逆着纹路 帮牛肉切成薄片 千万不要顺着切 那样牛肉会咬不动的 切好的牛肉 我们放入到一个带水的碗中 抓洗一下 然后再多清洗几遍 用水泡上20分钟 泡出牛肉的血水 很多人会说牛肉这样做 多这一步就不香了 就这道菜的特性而言 这一步很关键也很重要 一定要去除牛肉中的血水 这样做出来的牛肉 不会腥的同时 也会更好的去入味 这个菜是一个快手菜 20分钟后 我们的牛肉也泡好了 挤干牛肉中的水分 大家也看到牛肉也已经发白了 我们给头加入少许的白糖 再加入少许的洋葱粉 放入一勺食盐 然后再加入一个蛋清 用手抓拌到上劲 抓拌好后 我们加入少许的花生油 这一步也叫做蜂油 这样腌制出来的牛肉就会很嫩 这种腌制的方法 我们把它叫做轻腌制 因为里头没有放老抽 料酒 生抽等等 准备一小碗香菜 用这个香菜 铺到盘底就可以了 现在看到的是一大碗的椰奶 椰子块已经沉淀在碗的底部 还有一只迷迭香 准备一个平底锅 倒入一半的椰奶 椰奶滚开后 我们放入牛肉片 用筷子快速把它剥散 再把迷迭香放入到里面 去进行一个提香 肉片变色后 再焯水30秒左右就可以捞出 先把它放入到盘中 焯过牛肉的椰奶就不要要了 再次起锅 倒入剩下一半的椰奶 放入几个枸杞 大火滚开后 把椰奶倒入到盘中 这样一倒椰奶牛肉就好了 孩子非常的爱吃 牛肉这样做 滑嫩可口 椰香十足 是不是很简单呀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 请订阅点赞 阿勇美之小厨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